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灰色的大衣衬着她的身姿更加挺拔其长 她还戴了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 看起来有种斯文败类的境遇感 互相自我介绍完 我们就坐下了 曲燕存贴心地问了我的喜好 给我点了咖啡 然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 主要是我尴尬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为了让她知难而退 我还故意地迟到这么久 这下好感都败光了啊 正在我脑子飞快地运转 想着怎么补救一下事 许燕存开口了 我想结婚 但是我不行 你如果愿意结婚 我会去公正 将一半财产赠予你 我微张着嘴巴看着许燕存 她的三句话把我炸得晕头转向 傻 不行 还给我一半财产 可以 我们什么时候领证 我压抑着激动的情绪道 没想到啊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许燕存见到几乎两眼放光的我 顿了两秒后 扬起一个笑容 道 你如果方便 明天可以领证 作为对你的保障 在领证前 我会将一半财产先赠于你 行 我爽快道 虽然一半财产对我的诱惑力很大 可冷静下来后 我又开始迟疑 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傻子 怎么许燕存会愿意给出一半的财产 就为了结个有名无实的婚 所以回家后 我便婉拒了许燕存 电话那头的许燕存 在得知我的真实想法后 问我讨不讨厌她 我如实地相告 不讨厌 甚至还有点喜欢 谁让我从小到大都是眼狗 许燕存每一点都完美地长在我的审美上 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 她不行 但我问过了 她是喜欢女孩子的 这就证明她的兴趣向没问题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实在不行 还有别的办法吗 但我就是怕被骗了 毕竟许燕存的条件太过优越 我明白你的顾虑 这样 你那便找个律师 起草一份合同 写明如果我欺骗你 我余下的财产也一并归你 电话那头的许燕存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到 江小姐 我父母年纪大了 一直想抱孙子 我这个情况 所以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婚后我们生个孩子 文言 我心动了 但还是让许燕存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许燕存说没问题 晚上吃饭时 我妈问起我相亲的事 我就老老实实的说了 我妈原本还有点迟疑 但一看到许燕存的照片 眼睛都亮了 还能生孩子能有多不行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别怕 嫁了吧 是的 我的眼狗是遗传 我考虑好后 便给了许燕存回复 许燕存也很爽快的 签了我给的合同 然后真的把一半财产转给了我 在看到我名下真有那么多资产后 我走路都是轻飘飘的 乃至结婚证上的照片 都是一脸傻笑的样子 先去拜访你父母 然后给你搬家 等你调整好心情 我再带你去见我父母 民政局门口 许燕存收好结婚证后对我道 哦 好 我捏着结婚证晕呼呼道 我现在是小富婆了 许燕存去了我家 但我妈正好娘家有急事 于是回老家了 她说等她回来 做一桌子好菜给许燕存吃 好的 妈 许燕存握着我的手机 有些紧张 又满是恭敬地回到 挂了电话 许燕存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有一件急事要她处理 没事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搬家 我爽快道 我叫了管家过来 她会帮你处理 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给她 现在你是家里的女主人 有权利决定家里的一切事务 临走前 许燕存对我道 好 听到女主人三个字 我有点不好意思 许家的管家很专业 带了二十个人的搬家队伍 最后只扛走了两个行李箱 因为我没把东西都搬走 我留了一半在家里 我从小跟着我妈长大 所以就算结婚了 我也想经常回家陪她小住几天 到达许燕存的别墅后 我惊呆了 这哪里是什么别墅 这是庄园吧 夫人 这是您和先生的房间 您的随身物品 一会儿会有专人来为您整理 另外她说您如果缺什么 可以自己去买或者和我说 我会让人送到家里来供您挑选 说着 管家将一张黑卡恭敬的递给我 不用不用 够了的 我将黑卡推了回去 开玩笑 我虽然爱钱 倒也没到这程度 而且再拿 我会有一种恐惧感 觉得不真实 见我拒绝 管家也没再说什么 而是让我先休息 有事再按铃叫她 直到吃完晚饭 许燕存也没回来 许燕存家里的厨师团队做饭 是真的超级好吃 所以我也没多在意许燕存有没有回来 自己吃得很开心 吃完晚饭 我就上楼洗澡睡觉了 累了一天 加上吃得好 睡得床也极好 所以我并没有半点不适应 几乎沾枕头就睡了 梦里 我梦见我扑倒了许燕存 然后她十分委屈地和我说 老婆 我不行 然后我就吓醒了 醒的时候 我发现刚洗完澡的许燕存 就躺在我旁边 还温和着嗓子问 我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 我还在做梦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不舒服 许燕存见我一直不说话 有些担忧地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肢体接触 我的额头一阵苏麻 然后那股苏麻之意蔓延至全身 没 没有 我将红通通的脸偏开 不敢直视许燕存的眼睛 如果不舒服 可以叫家庭医生 就在旁边移动 很静的 许燕存的声音有些不放心 没有 我很好 我清了清嗓子 重新躺好 闭上眼睛道 许燕存没有再出声了 也没了动静 正当我想睁开眼睛看看她时 她伸手关了床头灯 然后躺下道 那我们睡觉吧 文言 我头皮闸了闸 啥 睡觉 这么快的吗 我心脏开始跳得飞快 虽然结婚前已经有颜在先要生个孩子 可是这也太快了吧 我和许燕存认识到现在 满打满算都还没一星期呢 我紧张地攥紧了被子 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将来 这些都是结婚前就说好的 你要有契约精神 而且许燕存长得这么好看 你和她的宝宝一定更好看 对 忍一忍就过去了 很快的 我正不断地深呼吸调整心态时 听到了身侧传来的均匀的呼吸声 我 许燕存睡着了 我有些不敢置信地微微地支起身体凑向许燕存 她是真睡着了 而且呼吸平稳 看着还睡得挺香的样子 我 看来她是真不行啊 健壮 我也放松了一些 重新躺好 一放松 睡意就袭来 鼻尖还隐绕着一丝许燕存身上的冷香 所以没一会儿 我就睡着了 大概是床实在太舒服 所以我竟然没有听到闹钟响 我靠 迟到了迟到了 全清奖没有了 我一看手机都快八点了 瞬间清醒 妈 快帮我挤牙膏 我先换衣服 身为一个25岁的妈宝女 我第一反应就是 先喊我妈 然后一把脱了睡衣 奔向我的衣柜 我衣柜呢 我一脸懵逼地看着周围有些陌生的环境 这才反应过来 我这是在许燕存家啊 正当我脑子荡基时 我身后传来许燕存的声音 牙膏 给你挤好了 一会儿我送你去上班 别怕 来得及 全清奖不会没有的 文言 我默默地捂住了心口 是 全清奖保住了 但我没了啊 一路上 我都不敢再和许燕存说一句话 坐在她的劳斯莱斯里 我也是离她远远的 晚上我来接你下班 许燕存回完一封邮件后抬头询问我 我目着脸 不敢有任何表情 然后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让管家来接你 我晚上有个应酬 会晚一点回家 不用等我吃饭和睡觉 许燕存耐心地和我解释 她身子微微地倾向我 我又闻到她身上那股好闻的冷香味 但早上实在是太涉死了 我不敢有表情 怕自己当场挖个洞钻进去 于是幼稚点了点头 很快的 我到公司了 下车前 许燕存拢了拢我的外套 顺便将一个东西塞进我的包里 温和地解释道 我这几天可能会忙一些 婚礼的事我已经找人在规划了 晚一点对方会联系你 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和他说 我们的婚礼 挺你的 下车后 我看着包里那张黑卡 沉默了两秒后 弯腰检查自己的鞋底 我这是走了狗屎运 我恍恍惚惚地往公司走时 被人一把搂住脖子 僵僵僵僵僵 你发财了吗 居然打牢撕来撕来上班 闺蜜罗亭咬着大肉包子 搂着我的脖子调侃道 我看了一眼闺蜜 缓缓道 你可能不信 我结婚了 那辆车是我老公的 然后 闺蜜的大肉包掉地上了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闺蜜心疼地看着 只咬了两口 就掉地上的大肉包 犹豫着要不要在五秒内捡起来时 我一把拉住它 真的 但我也不太确定 要不 你掐我两下 撕 疼 餐厅里 我搓着被闺蜜 掐了一下的胳膊 叫了一声 你 你你竟然结婚了 闺蜜惊魂未定地捂着那张黑卡 又紧张兮兮地将黑卡赛回我的包里 压低了声音道 收好收好 才不外露 一早上 闺蜜对于我说的话都不信 直到中午一起出来吃饭 我给她看了我账户上的余额和黑卡 她才信了 然后就是这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都什么社会了 国太民安的 别那么紧张 我安慰闺蜜道 谁说的 闺蜜凑近我小声道 你看我们身后九点钟方向 有个人 戴着墨镜 包着头巾 鬼鬼祟祟那个 从我们出公司就开始跟着我们 刚开始我还没多想 现在一想 可能是来采点儿的 准备绑架你的 我下意识地准备回头时 被闺蜜一把薅住脑袋 别看 万一被发现了 提前动手怎么办 被闺蜜这么一说 我也有点紧张 假装补装 拿起小镜子看了一下 那个人的确探头探脑地看向我们 还在偷偷地拍照 因为我们这边就我们这桌友人 所以我很确定就是在拍我 我 不是吧 豪门太太这么危险的吗 我紧张的手脚有些发抖 正巧这时候 徐燕川给我发来微信问我吃了没 我脑子一片空白 就和他说了好像有人在跟踪我 还偷拍我的事 手机那头的许燕存秒回 让我发地位给他 并说他报警了 他现在也马上过来 让我不要害怕 说着 许燕存的电话打过来了 我接起后 发现他好像在奔跑 紧接着就是车子发动 猛踩油门的声音 电话那头的许燕存 一边赶来一边安抚我 让我不要害怕 稳定着我的情绪 过了一会儿 我就看到门口有警察进来了 询问服务生后 朝我走来 人在哪儿 警察开门见山道 我颤抖着手指了指那个人 见我指他 那个人愣了一下 然后手忙脚乱地放下手机 将头巾包得更严严实实了 见状 警察就过去了解情况了 刚开始那个人 还包得严严实实 不肯摘下来 也不肯说 直到警察说要带他回警察局 他才紧张道 警察先生 我不是坏人 我就是来看看我儿媳妇 我儿子不让我看 说怕他还没准备好 可我忍不住啊 这心里跟猫抓似的 但我又怕吓到他 所以这才乔装打扮 那人一边解释一边 摘下头巾和墨镜 还掏出了身份证 姐妹 完蛋了 那个好像是你婆婆 闺蜜目瞪口呆地看着 特意压低声音解释 但还是全被我们听到的 许燕存妈妈 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餐厅门被人打开 许燕存冲了进来 一见到我 他就朝我跑来 大概是太着急了 他甚至外套都没来得及穿 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衫 头发也微微地有些凌乱 完全没有早上分别时的那股 从容淡定的金贵感 许燕存跑到我身边后 第一件事就是查看 我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就是 我指了只因为看到许燕存来 而又重新包上头巾的贵妇人 欲哭无泪道 好像搞了个大乌龙 许燕存顺着我的手指看去 眉头促起 妈 那个贵妇人听到许燕存叫她 默默地将头偏开 45度望天 假装没听到 许燕存 警察把我们批评了一顿后就走了 那个来来啊 我真不是顾一下你的 许燕存妈妈一脸歉意地握着我的手道歉 我尴尬地笑着 是真的很尴尬 搞了个乌龙 差点把婆婆送进去了 妈你先回去吧 我过几天再带她回家 许燕存将我拉到身后 隔开了她妈妈的视线 行行 许燕存妈妈依依不舍地还想和我说两句 但还是忍住了 挥累上了那辆三千多万的豪车 抱歉 吓到你了 许燕存倩然道 我赶紧摆摆手 道 那个你有时间我们就可以回家的 毕竟都结婚了 还没拜访过你爸妈也不合适 虽然我心里对这种豪门有一种恐惧感 但今天相处下来 我发现许燕存妈妈人挺好的 没有什么弯弯绕绕 甚至还有点可爱 行 那我们这周末回家吃饭 许燕存沉吟了一下道 嗯 我又和许燕存介绍了一下我闺蜜 许燕存礼貌地和她打了个招呼后 对我道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回公司 她大概也看出我们俩有话要说 所以贴心地留给我们空间 许燕存走后 闺蜜松了口气 然后就是开心 呜呜呜 看到她对你那么好 我就放心了 不枉我掉的那个大肉包 闺蜜还在心痛早上那个 只咬了两口就掉了的大肉包 行行行 以后天天给你买大肉包 要多少有多少 我搂着闺蜜笑道 周五下班时 闺蜜神神秘秘地递给我一个大盒子 这是什么 我好奇地问道 顺手就想拆开 礼物 闺蜜一把按住我想拆礼物的手道 神神秘秘道 你回家再拆 最好和你老公一起拆 你不会送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 我有些无奈 压低了声音对闺蜜道 她不行的 啥 闺蜜一声惊叫 然后立刻捂住我 刚送给她的香奶奶包包 温声细语地抚摸着包包说 宝宝不怕啊 刚刚妈妈说话大声了点 我 你正常点 闻言 闺蜜一言难尽 道 这么有钱都没办法吗 我没说话 太了口气 虽然是多年好友 但这种闺房的事我怎么好和她说 我难道和她说 许艳存每天回来时 我都已经呼呼大睡了 结婚一周多 两个人就像同一屋檐下的室友吗 哎 看开点 闺蜜看了口气 但又像是想起什么事的 让我等她一下 她去买个东西 正好上次找我 有个文件要处理 于是我也没管她了 先去处理工作了 晚上八点 我处理好文件时 闺蜜才风尘仆仆地回来 累死我了 跑了好几家店呢 闺蜜气喘吁吁地将一个包装的更严实的盒子放到我面前道 这啥 我想打开时 又被闺蜜一把按住 这个适合一个人的时候看 闺蜜一边说着 一边替我抱起这个盒子 道 走 我送你回家 我则抱起另一个盒子 和闺蜜一起下班 到公司楼下时 我才发现许艳存在楼下等我 看到她 我有些开心 小跑到她身边 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 你没回信息 我就在楼下等了 说着 许艳存自然地接过我手上的盒子和包包道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我中午开会时 把手机关了静音 忘记开声音了 许艳存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叫我没接 给我发了信息 还附带她在哪里等的位置图 我看着信息 心跳微微的加速度 脸也泛红 她怎么做得这么好啊 这时抱着大盒子的闺蜜也走过来了 她见许艳存亲自接我下班 眼里满是安慰 将大盒子塞到我怀里后 在我耳边小声道 刚刚那个礼物没啥用了 这个礼物你要收好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拆 千万不要被她看见 我 啥东西这么神秘 闺蜜说完 一脸正色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和我们道别了 见她跑得那么快 我也没多想 就和许艳存一起回家了 到家时 家里准备了酒酿小丸子 吃点再去睡 明天晚上我们回爸妈那边吃饭 许艳存剩了一碗给我道 好呀 闻着酒酿小丸子甜甜的味道 我心情又好了几分 吃完后 我就先上楼洗澡了 许艳存还在楼下打跨过电话 我洗完澡出来时 觉得晕乎乎的 似乎有些醉的感觉 许艳存见我脸颊红红的 又有些迷茫的样子 笑道 酒量这么差 吃完酒酿丸子都能醉 许艳存洗澡的时候 我更晕了 但我还是坚持准备拆闺蜜 送的两个盒子 我有强迫症 忍不了礼物放过夜而不拆开 但这个礼物包装的过于严实 我身边又没工具 于是拆了半天都没拆开 这时许艳存洗完澡出来了 见我拆不开包装 他便拿了把剪刀过来帮我拆 有了剪刀 三两下就拆开了 许艳存没有拆开盒子 而是将盒子给我 随口问道 这是什么 不知道 婷婷送我们的 说新婚礼物 我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了盒子 盒子里 好几个小盒子 我随手拿起一个 拆开 结果力道过大 盒子里的东西 直接飞到许艳存脸上 是两块布料 酒精让我的大脑 变得有些迟钝 但不是变傻了 我在反应过来 那是什么后 呼吸一致 许艳存将脸上的布料拿下来 放在手里研究了五秒后 看向我 我直接呼吸暂停了 不是 你听我狡辩 不是 听我解释啊 我脸瞬间爆红 接接巴巴的想上前抢过许艳存手里的东西 但太着急 直接扑进了许艳存的怀里 我 我着急忙慌的响起声 但手无处安放 于是一个不小心按错了地方 嗯 手感不对啊 这时 被我按到的许艳存一把握住我的手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 我原本想徐徐徒之 给你点时间适应我们之间的关系后再说 看来不用了 我 后来 这周末我们没有去许艳存父母家 折腾了两天 周一上班时 我杀气腾腾地找到了正在啃肉包的闺蜜 我要捶死你 闺蜜看到我 赶紧把最后一口包子咽下去 道 你干啥 我腿一软 嗓子也哑得不行 狠狠道 物交损友 物交损友啊 听我说完那天晚上的时候 闺蜜没忍住 拍着我的肩膀忍着笑道 SORRY 我 我正想再次捶她时 同事照纳过来了 你们俩干什么 赵纳一脸不悦地训斥道 将来 罗婷 你们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了 打打闹闹 成何体统 我和闺蜜向来和赵纳不合 因为大家的职位一样 干的事情也一样 但赵纳和部门主管 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经常仗着这点 把她的工作丢给我和闺蜜 我们虽然不爽 但也得向现实低头 因为这份工作给的工资 是真的挺高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辞职 但也经常和赵纳对着干 而部门主管也不敢开除我们 因为我们部门的业绩 全靠我和闺蜜冲着 周五那天 我加班处理的文件 原本是赵纳要做的 现在她又撞上来 于是我更不爽了 回对道 那也不是你家的吧 你 赵纳被我回对 一时气节 随后冷哼一声 阴阳怪气道 呦 棒了大款 做劳斯莱斯的人就是不一样 底气都足了呢 不像我们这些普通人 只能靠自己 账纳故意脱长尾条 让办公室其他人听到 我棒大款这件事 闺蜜文言 气急 想上手撕她 被我拉住 我同样阴阳怪气道 做劳斯莱斯 感觉是不一样 有本事你也找一个去啊 阿里嘎多赵纳桑 赵纳 论嘴皮子功夫 赵纳一向 不是我的对手 于是 气红了脸 扭着细腰 去部门经理办公室 告状去了 我也无所畏惧 开玩笑 我现在是超级小富婆啊 还担心失去工作吗 至于闺蜜 有我一口豆浆喝 就有她一个肉包吃 晚上 部门聚餐 我给许彦存发了信息 说不用来接我 见我再发信息 赵纳又过来想阴阳怪气我 被闺蜜笑咪咪的一句 阿里嘎多赵纳桑 对了回去 这家餐厅的菜色 正好对我胃口 不知不觉的 我吃了不少 就喝了点解腻的果酒 你这个真是人才饮大 闺蜜见我脸开始红了 就知道我又醉了 她收起我面前的果酒 给我换了杯热开水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微醺的感觉的 而且闺蜜在 我很放心 于是就靠在她肩膀 等聚餐结束 她送我回家 我迷迷糊糊的瞇着时 突然听到我们这块角落安静下来了 于是睁开眼睛 看到了正在寻人的许彦存 嗯 她怎么来了 我正想叫她时 旁边一个女同事激动到 长盛集团的总裁许彦存啊 她朝这边过来了 是找我们的吗 我看向女同事 正准备说你猜的真准时 赵纳抢先一步的掏出口红 急忙忙的补妆到 当然了 我之前陪经理出席一个商务酒会时 和她见过面 她一定是来找我的 赵纳激动到补口红的手都在发抖 不是哦 她是来接我的 我摇摇晃晃的站起来道 你 赵纳看了我一眼 痴笑一声不屑道 你在做什么梦 许总怕是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吧 她要是来接你的 我倒立洗头 赵纳话音刚落 许彦存就到我们这桌前了 叫我摇摇晃晃的 许彦存有些无奈 她脱下外套 朝我们这里又走进了两步 赵纳激动的站了起来 颤抖着伸出手道 许总 好久不见 但许彦存 没应她 甚至都没注意到她 她将外套披在我身上 裹好后 将我小心翼翼的抱起 对我其他同事们道 抱歉 我太太喝醉了 我先带她回家 说着 许彦存又对我闺蜜道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闺蜜忙摆摆手 道 不用不用 你先带江江回家吧 她喝了不少 我没喝酒 能自己开车回去 闻言 许彦存点了点头 抱着我静止离开 身后 一桌子的人 除了闺蜜 全部呆若木鸡般的实话了 回家的路上 车开得很稳 许彦存的怀抱也很安稳 我渐渐地睡去 睡着之前 我想着 明天得带洗发水上班了 因为赵纳说要倒立洗头 一夜无梦 我一觉睡到了上班闹钟响 我醒的时候 发现许彦存早就醒了 坐在我身侧 靠着床头看文件 我刚睡醒脑子 还有点懵 就这么走神地看着她 心里在想 为什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好看 看着看着 许彦存就把文件放了下来 还叹了口气道 我原本打算今天放过你的 我 什么 一分钟后 不行 我今天要上班啊 某人 我把你公司收购了 现在你是老板 可以不用上班 我无语了 我是下午才上班的 就这还是我极力地争取来的结果 由于宿醉家累了一上午 我晕乎乎的 坐到工位上后就开始发呆 闺蜜见状给我倒了杯热水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怎么脸这么红 闺蜜有些担忧地摸了摸我的额头道 没事 我话还没说完时 就看到赵纳扭着腰拿着文件 从部门经理办公室出来了 脸比我还红润 见到我上班了 赵纳走过来 靠坐在我的办公桌上 一边掏出口红补妆 一边道 哟 来上班了啊 我还以为你们这种豪门太太 都可以不用工作呢 没想到也不过如此吗 你有完没完 闺蜜见赵纳坐在我办公桌上 一脸晦气 直接将她推离我的办公桌 赵纳正在补妆没有防备 手滑了一下 口红化歪了 啊 赵纳反应过来后尖叫一声 看向闺蜜 眼神和表情简直要吃人 她尖锐着嗓子道 信不信我让经理开除你们 她的一句话 引起了部门经理的注意 五十几岁的部门经理出来后 看到赵纳脸上的口红印子 眉头促起 看到部门经理出来 赵纳仿佛一下找到了靠山 也不收脸了 当着全办公室面 贴上经理 声音为委屈去道 经理他们欺负我 那甜蜜蜜的声音让我打了个抖 文言 经理那双咪咪三角眼 看了我们两个一眼 顺势搂住赵纳 然后出声警告道 你们两个 不要仗着业绩好 就天天搞事情 信不信我把你们开除了 让你们滚回农村种地去 侮辱农村人 我袖子一缕 准备教他做人的道理时 就看到公司老板一脸喜色 急匆匆地朝我们走来 一边走还一边看着我道 哟 江总 您今天亲自来上班啊 难道班还可以带上 我正猛的时候 老板一下握住我的手 喜气洋洋道 许总已经将我们公司收购了 现在您就是我们的新老板了 经理和赵纳瞬间一脸懵逼 而闺蜜则一脸玄幻地看着我 眼神都没聚焦了 等老板寒暄过后走了 经理才反应过来 他汗层层地看着我 搓着手想要说点什么不就是 外卖小哥拎着一袋东西敲门进来问 谁买的脸盆和洗发水 我 我举手道 这边 外卖小哥把东西递给我后 我拿出脸盆笑咪咪的 对脸色惨白地照纳道 你昨天说 如果许燕存是来接我的 你就倒立洗头 我把脸盆一把塞进赵纳怀里道 来 洗头 一向趾高气扬的赵纳 此刻像是落败的攻击 他下意识地想回对我 最后抖了抖唇 看向经理 经理默默地别开脸 赵纳眼睛一红 一跺脚 将脸盆摔在地上 哭着跑了出去 经理见赵纳出去了 还摔了脸盆 立刻拿起脸盆 殷勤地对我道 江总 您看我道立洗头给您看可以吗 我看着经理头上 那输得整整齐齐的 十几二十根毛 沉默了一下 说实话 我也没打算怎么为难他们 虽然赵纳总来挑衅我 但每次我和闺蜜都对回去了 至于经理 他最近这段时间估计不好过了 毕竟他会时刻害怕 我开除他 但我也不傻 劳动法我还是懂的 于是也没为难他 经理虚软着脚步 一脸结后重生地回办公室后 闺蜜就差痛哭流涕了 呜呜 江江 牛逼 牛逼啊 闺蜜握着我的手 嗷嗷地反复嚎着牛逼两个字 逗得我哭笑不得 我们的婚礼 许燕存完全尊重我 我选择了中式婚礼 婚礼风格定下来后 许燕存便让人着手准备 中式的婚礼比西式婚礼更加繁琐 所以需要的筹备时间更长 我们的婚期就定在了一年后 我把闺蜜升了职 让她直接当了总经理 管理公司 闺蜜的能力很好 所以我也不用太担心 就专心地开始准备婚礼 想去哪里度蜜月 晚上 我正在选礼服样室时 许燕存问我 不知道 没想法 我靠在许燕存怀里 嗡声嗡气 是真的没想法啊 最近准备婚礼 我累得不行 每天晚上沾枕头就睡 其实许燕存已经找了专业团队来策划 但我就是什么都想自己来 所以才会这么累 纳度蜜月的事交给我 许燕存握着我的手 吻了吻问道 好 我随口应道 还有一件事 许燕存翻了个身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也交给我 确定完婚期后 我妈便从老家赶了回来 和她一起的 还有我那二十几年从未蒙面的爹 当年 他们是大学同学 我妈成绩优异 长得也好看 是小花 就是比较高冷 独来独往的 按现在 是高领之花的那种 而我爸是校草 一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 他对我妈一见钟情 穷追不舍 我妈爱搭不理 但越这样 我爸越上头 越陷越深 苦苦地追了三年后 终于抱得美人归 大学毕业时 他把我妈带回家 然后就是很俗套的豪门故事 我爸的妈不同意 棒打鸳鸯 用下作的手段 逼我妈离开我爸 我妈心高气傲 见我爸家里不同意 于是揣着仔 直接人间蒸发 我爸据说差点疯了 和家里断绝了关系 找了二十几年 终于找到我妈老家 但我外公外婆 对于这个 让他们女儿独自生下孩子的 臭小子没啥好感 于是死活不告诉他 我和我妈在哪里 我爸也不急 死皮赖脸的 每天去我外公外婆家 帮忙松土种地 喂猪喂鸡喂鸭 和村里关系搞得那叫一个好 后来我外公突发懒尾炎 还是他背着去医院做的手术 跟亲儿子一样地 伺候 我外公外婆实在没办法了 没见过打骂都不走的人啊 于是只好叫我妈回家 这就是我妈为什么突然 急匆匆地回老家的原因 我妈知道一切后 即便是我爸二十几年 都没娶妻生子 守身如玉 也对他没有什么好脸色 但他不反对我认他 他说 他们上一辈的事与我无关 我认不认他 那是我的事 不过我也叫不出来 也对他没有什么感情 对我来说 爸爸这两个字太遥远 领证九个月后 许燕存正准备试 新婚礼物之第325套时 我按住了他的手 医生说 前三个月最好不要哦 我幸灾乐祸地看着许燕存的表情 从迷茫到吃惊 再到震惊 你怀孕了 好伴赏 许燕存才反应过来 我第一次看他的脸上出现这种表情 不禁觉得好玩 四周了 我将化验丹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放到他手里 然后幸灾乐祸到 哎呀 谁让某人不懂得来日方长这个道理 许燕存微微地颤抖着手 拿起了那张化验单看了半晌后 下了一个决定 他要收购某用品公司 亲自盯智亮 自从知道我怀孕后 我就被严密地保护了起来 许燕存妈妈简直恨不得住在我家 我妈也是每天来 两个妈妈使尽十八般五亿 愣生生地把刚怀孕三个月的我 胃胖了五金 眼看着婚服就要穿不下了 我没办法 只好偷偷地拎着他们给准备的午饭 去许燕存公司避风头 让他帮我解决这些吃的 我其实从没去过许燕存公司 所以去之前给他打了个电话 但他没接 到他公司时 我正想着再打一个时 前台立刻出来引我 夫人 您找总裁吗 前台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很可爱 你认识我 我有些诧异 认识认识 前台小姐姐小跑着帮我按了电梯 又回头把我送到电梯口 笑道 之前总裁把您的照片发在群里过 和我们说可以不认识他 但不能不认识您 文言 我忍俊不禁 这也太直男了吧 我到办公室时 许燕存正在开会 大概是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开会的时候他发了火 连领带都扯松了 我从没见过发火的许燕存 所以觉得挺新奇 就趴在玻璃上看着他发火 许燕存甩了文件到桌上后 一抬头看到了我 然后熄了火 他单手截了两颗扣子 看着我有些无奈 散会吧 他道 文言 刚刚还战战兢兢的高层们 立刻松了一口气 但不知道为什么许燕存突然消气了 直到出了会议室门 看到了我 然后大家都明白了 瞬间完全放松 喜气洋洋的和我打招呼 没一会儿 全公司的人都来了 把会议室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都干什么 不吃饭了 许燕存被挤得都靠近不了我 于是美好气道 文言 大家又一窝蜂地散了 跑去吃饭了 怎么不去办公室等我 许燕存一手接过我手里的饭盒 一手搂着我的腰往办公室走去 没见过许总发脾气的样子 所以观摩一下 我俏皮道 你呀 许燕存拿我没办法 只能宠着 我把两位妈妈做的饭让许燕存全吃了 没办法 我实在吃不下了 我十点半才吃的典型啊 吃完饭 许燕存让助理给我准备了水果和毯子 让我一边刷具一边小气 她则处理工作 午后的阳光正好 许燕存的办公室 有两面超大的落地窗 所以光线非常好 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看着认真工作的许燕存 摸着依旧平坦的小妇 突然很好奇许燕存为什么会和我结婚 甚至为了和我结婚还说自己不行 我猫着脚步走到许燕存身边 想偷袭她时 被她一把握住手 她眼睛还停留在文件上 却知道我的动向 让我有些挫败 我直接坐进她怀里 拉着她的领带让她看向我 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 故意凶巴巴地问道 为什么和我结婚 从时招来 说实话 我和许燕存差了太多 豪门里都喜欢强强联手 所以我实在想不明白 许燕存和我结婚的原因 文言 许燕存将我稳稳地抱在怀里 摘下金丝边框的眼镜 道 没有为什么 爱哪里需要那么多理由 嗯 听起来太敷衍 我不满意地缠着许燕存 说出个理由来 许燕存将我额前的碎发拢到耳后 看着我认真道 理由吗 她想了想 像是在回忆 而后露出一个笑 知道吗 见你的第一眼 我连我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许燕存的笑容太过和煦 就像湖面吹起的微风 迷了我的心 那你为什么相亲的时候说不行 而且你这么大的身家 怎么可能没有女孩子喜欢 快快从事招来 我红着脸 扯着许燕存的领口胡搅蛮缠道 许燕存怕我伤了自己 将我护得更紧 却纵容我扯着她的领带 她笑道 我们的相亲 是我找到媒婆 给她塞了钱 让她约你见面的 许燕存缓缓地到来 她说在我们相亲的前两周 她去咖啡店谈事情时 正好遇见我在相亲 那时候我满嘴跑火车 她却一瞬间就喜欢上了我 她坐到隔壁坐 听我成功地气走相亲对象后 给闺蜜打电话吐槽 我不想结婚的事 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她将手轻轻地附在我的小腹上 神情温和道 我以为你要很久才会喜欢我呢 好在 剩下的话许燕存没有说 但我都懂 我问许燕存 那还没结婚 你就敢把财产转给我 还签了不撤回的协议 就不怕我是个骗子吗 文言 许燕存凑近我 在我耳边轻轻道 被你骗 我心甘情愿 温热的气息吭洒在我耳边 酥酥麻麻的 我脸更红了 却故作交金道 恋爱脑 许燕存见我害羞了 哈哈大笑 将下巴抵在我的肩上 道 男孩子怎么就不可以恋爱脑了 爱情 就是两个人 一个人在前面跑 一个人在后面追 我愿意永远追你 我的公主 没有女孩子不喜欢听情话 尤其是自己爱的人的情话 我靠在许燕存怀里 心里甜丝丝的 婚礼前三天 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我爸的妈 当年棒打鸳鸯 让我过了25年单亲家庭的人 她带着二儿子家的女儿上门了 听说你嫁给许家的独子了 这位独断了大半辈子的老太太 用一双三角眼斜视着我 我坐在婚纱店的沙发上 吃着坚果 平静地看着她 没理她 和她离婚 我会让雪雪嫁过去 至于你 老太太有点不耐道 怎么配得上许家的独子 文言 坐在老太太身边的女孩子 一脸娇羞 仿佛许燕存取定她一般 老太太看着身边 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女 怎么看怎么满意 再看看半靠在沙发上 还吃着零食的我 冷哼一声 满是不屑道 就你这样的 和你妈一样 配个杀猪买菜的 就是天大的福气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迎面泼了一杯水 啊 老太太金贵了半辈子 没被人当众这么羞辱过 起身就想还手 但我已经杀红眼了 她还没来得及起身 就被我按着狠狠地 给了两巴掌 我不允许任何人 欺负侮辱我妈 我扯着老太太 梳得溜光水滑的头发 拍着她的脸冷笑道 你她妈算什么东西 也敢骂我妈 烦了烦了 老太太被打得晕头转向 头发也被我扯得生疼 在那里惨叫 而她的宝贝孙女 就在一旁惊慌失措 嘴里还喊着 你放开我奶奶 但她连上前帮忙都不敢 死老太婆 我警告你 我不是我妈 我没那么好欺负 如果你敢再出现在我面前 或者我妈面前 我会让你曾家破产 我冷笑着补充 你还不知道吧 曲艳存把许家一半的资产 都给了我 还要我离婚 给你这孙女让位 你她妈没死 就开始做长眠不省的梦了 你反了 我是你奶奶 老太太惨叫着 想还手 但我扯得很 于是她一拳 就想打我肚子 逼我松手 就在这时 我妈赶到了 她一见到老太太的 手快碰到我肚子了 魂都快吓飞了 直接冲过来 将我一把抱开 那拳就打在了她腰上 你欺人太甚 我妈见老太太这样 气得浑身发抖 将她按在地上 左右开弓地扇她巴掌 老太太到底年纪大了 不是我妈的对手 被按在地上惨叫不断 打死人了 老太太的孙女吓得浑身发抖 渲然欲气 但就是不上前帮忙 我翻了个白眼 真是塑料祖孙情啊 打了几下后 许燕存和她妈妈来了 见到我妈如此失控 许燕存她妈吓了一跳 以为怎么了 赶紧把我妈拉起来 亲家母 这是怎么了 许燕存妈妈帮我妈理了理 乱掉的衣服 我妈红着眼眶 气势汹汹到 她想打江江 什么 许燕存妈妈惊呆了 然后立刻转头看 像还躺在地上 哀嚎的老太太 狠狠地补了一脚 还朝她吐了口口水 你有没有事 听到我差点被打了 许燕存十分担忧 没事 就是她 我指了指 争不管她奶奶死活 一脸花痴地 看着许燕存的血血 对许燕存道 她想嫁给你 做我孩子的后妈 这计谋是她提出来的 我又指了指 地上哀嚎的老太太 不遗余力地告状道 她说我就配杀猪卖菜的 文言 许燕存脸色皱沉 她教我一把搂进怀里 轻拂我的背 道 这件事交给我 后来 听说 曾家一夜之间破产了 她疼了一辈子的二儿子一家 卷走剩下的钱 不管她的死活 全家跑到了国外 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老太太 被二儿子一家抛弃了 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 期间 老太太找过我爸一次 打青琴牌 我爸沉默了半上 给了她一笔钱 说她们早就在二十几年前就断绝关系了 从小到大她也没疼过她 甚至对她的妻女都不好 这笔钱就当还生恩了 以后别再见了 老太太看着那张两百万的支票 一边小心翼翼地收好 一边骂骂咧咧地咒骂我爸 说她这么绝情没良心 一定不得好死 我爸没说什么 将她送出了门 后来听说 有个老太太因为在养老院里炫富 引起其他老人的不满 被殴打至瘫痪 只能一辈子躺在那张小小的床上 直到死 不过这些事都与我无关 婚礼过后 曲燕存就带我去蜜月旅行了 因为我怀着孕 所以我们的行程很慢 走走停停 怀孕六个月时 我们到达马尔代夫 清晨 我醒来 走到阳台晒着太阳 感受着海风 这么早就醒了 徐燕存也立刻醒了 但她显然还没睡醒 从身后抱着我 将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 声音里还满是睡音 被仔仔提醒了 我摸了摸肚子道 闻言 徐燕存蹲下身来 轻轻地撩起我的睡衣 对着我的肚子道 不许那么用力地替你妈 不然你出生的时候 我就揍你 说到一半 徐燕存又软了语气 对着我的肚子讲道理道 妈妈怀你很辛苦的 你要乖乖的 想调皮捣蛋 等你出生了随便你怎么调皮捣蛋 爸爸都陪你 徐燕存叙叙叨叨地说了半天 我忍俊不禁道 行了 现在哪里听得懂你说什么 徐燕存轻轻地摸着我的肚子道 育儿书上都说了 爸爸要和孩子多说话 这样孩子出生的时候 爸爸一哄就不哭了 我想起徐燕存去到哪里 都要随身携带的一箱育儿书 和家里满满一面书柜的育儿书 无奈地笑了笑 我怀个孕 徐燕存比我还上心 到第七个月时 我们就回家了 因为我怀的是双胎 怕早产出现意外 到第九个月时 徐燕存早早地就让我住进了医院 他日夜守着我陪产 一天夜里 我正睡着时 身下突然涌出一股暖流 我推了推睡在身侧的徐燕存道 你宰宰们的房子塌房了 五十分钟后 我破功产生下一对龙凤胎 出手术室时 我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徐燕存 他挤在最前面 眼眶红红的 见我出来 他握着我的手哭了出来 什么也没说 就是用力地亲了亲我的手 然后我又昏睡过去了 我是被痛醒的 醒的时候 看到徐燕存 正握着我的手 两个妈妈一人一边 帮我搓着腿活血 两个爸爸在不远处 看着两个刚出生的孩子 一脸神奇 见我醒来 徐燕存嘴唇抖了抖 眼泪又掉了下来 小声地对我说 谢谢 我看着徐燕存 沙哑着嗓子道 爱哭鬼 孩子很快地被抱到我怀里 徐燕存不让我喂母乳 他说我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休息 孩子吃奶粉也可以长得很好 所以一出生就喂奶粉了 抱到我怀里 是想让我看看而已 我看着两个皱巴巴 红通通的小人 只觉得神奇 这居然是我伸出来的 我将手伸过去 他们会自动地抓住我的手 他们的手真的好小 小到只能抓住我一根手指 徐燕存看着我逗他们 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 吻了吻我的额头 什么也没说 但眼中的柔情说明了一切 从今天起 我们是一家四口啦 我对徐燕存道 嗯 幸福的一家四口 谢谢你 给了我一个家 徐燕存又亲了亲我 我会以一个笑 是啊 幸福的一家四口